林峰安设计师秉持着敬业、专业、乐业的态度 拥有完整的设计团队及尊重屋主特质的信念 进一步创造出每个人的梦想归宿 人生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段 你会喜欢房子的风格或许不同 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喜欢那种比较炫目的 然后一眼就吸睛的风格设计 当然了在你看过大山大水经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 或许你喜欢的风格就会有所改变 而房子设计的风格会让你走向另外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或是新的方向 今天的案子我们要让你看看 它是一个非常疗愈的空间 我想今天的这个房子啊 真的是屋主线阶段 可能它最喜欢也最需要的一种空间的感觉 是的 其实这个屋主它本身是 大概它的年纪大概是四十多岁左右 那其实它是从南部上来台北打拼 那也可以说它算是一个白头起家的一个 非常算年轻有为的一个夫妻 之前我们其实是有跟它接触过 它第一个房子是由我们帮它做一些设计规划的 所以这已经是第二间了对不对 对 其实它第一间房子的话是算有点新古典 它一直想要有点那种梦幻的味道 毕竟是年轻嘛 对那其实当我们完成之后呢 不管是它的这个亲戚 它的朋友 来到它的第一间房子的时候 是得到非常多的一个赞赏的 OK 那也非常的高兴 在经过了这个N年之后呢 它买了第二间房子 然后也找上了我们公司 然后为它再组第二个 一个美梦的或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居家 好 不过第二个居家的空间 整个风格可能跟它第一个亲家 就是有新古典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是的 所以我们在新的房子的这个空间的领域的部分 的氛围的设定来讲 那我们是希望给它带点比较自然 纯粹甚至有点疗愈的一个空间的氛围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用的材质来讲都比较处理比较自然 比较纯粹的一个部分 像我们可以用到一些钢酸的木皮 或是有点粗矿面的食材 甚至有一些用那种水泥手刮的一个方式 去呈现整个氛围 让屋主真正能够达到回到家 然后回归到自然放松的一个空间领域 好 OK 常常我们在说室内设计的重点要讲什么风格 风格除了你喜欢之外 空间的风格呢 也可以带给你心理上不同的感受 跟不同的氛围 我们来看零设计师今天这个空间 真的非常适合压力很大 努力打拼工作的每一位辛苦的你 想要有一个疗愈的空间 当然要从一进门开始 眼睛看到第一眼我就要先疗愈了 所以在玄关部分 我发现你用的材质已经达到这样子的感觉了 是 所以我们希望在玄关的地方 让屋主进来的时候是有点比较宽阔 或是穿透的一些方式 所以在屏风的设计里面 其实我们是有点不做到满的一个概念 然后结合了一些格杂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特别跟屋主去选购了 这样一个石木的一个块木 就是为了让屋主能够一进来这个玄关呢 会有点开始有点疗愈的一个味道 放松的一个心情 OK 那刚刚一开始你有说过 其实钢刷木屏是你喜欢的材质 特别今天空间里面 玄关屏风一进门 这个材质你就用到了 是 其实钢刷木屏它本身的纹理是非常的漂亮的 其实它不需要透过太多的修饰 我认为能够呈现出一些自然 淳朴的一个味道在 OK 那么今天的空间里面 其实地平在设计师的想法 也会用不同的材质 让玄关跟我的主空间之间 其实是有一些区隔的 在玄关跟客餐厅的这个连结的地方 我们是采用60x120的一个进口意大利砖 对 对 然后跟客厅的一个超纳膜 索花痕的一个地板 尤其在玄关的设计里面 我们故意做一个小落差 然后让它产生一个有一个落成区 对 然后这是一个 我觉得对屋主来讲是一个贴心的设计 OK 好 今天的这个空间里面 钢刷木皮我刚刚有说设计师喜欢 因为它会给屋主有一种疗愈的效果 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身后的电视主墙 几乎就是让钢刷木皮去产现 去展现它材质本身的美了 其实在电视主墙的部分 我们没有做过太多的修饰 对 然后透过简单的线条 不规成的对称 光影的效果 然后更能够呈现出 巫通钢刷的一个纹理 那在机柜的部分 其实我们做一个退缩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保留了一个 电视墙的一个完整性 当初我们在做电视墙 以及所有门片的概念里面 其实我们是做到底的 对 我有发现 对 其实高度其实有超过250 那在机柱上是有点困难点 因为一般我们都知道 木头的长度大概是240 对 对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手法上 其实是为了让整个空间感加大 对 甚至高度的气势 其实是够的 OK 所以做到 你都做超过250 但是我觉得没有看到那种接痕 这是难的地方 对不对 是 OK 大家其实看我这样的电视主墙 比较厉害的是 在电视主墙后方其实还藏了两个不同的空间 对不对 是 对 在电视主墙的一个左侧的地方 实际上是进去一个小孩子的吃卧房 吃卧房 OK 然后在右侧的地方呢 门片进去呢 其实那里面是一个屋主的一个植物 甚至一个鞋柜的一个空间 OK 对 我们发现到 因为女屋主的鞋子非常的多 所以在鞋柜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里面 其实它深度是有点尴尬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手法上 我们只顾做一个鞋面 双层拉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整个收纳量 鞋子的收纳量是变多的 然后满足一些女屋主真正的一个需求 女屋主靴子多吧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在上下的地方呢 都有设计 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设计好 然后有一个拉盘的 托盘的一个方式 OK 今天的空间里面 蛮特别的就是 大部分认为说 如果我在做光线的这个调配的时候 很多人想到的是窗帘 或人想到的可能是木把叶 是 比较特别的是 今天灵设计师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你用隔杖来取代了窗帘的这个角色 是 当初我们在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有先到现场 做一个看场的一个动作 然后发现这个房子 它的光线并不是直接照射进来 90度 它是一个斜面的一个设计 那因为我一开始有跟户主 有谈过这样的一个设计概念 是希望是舒压的 是轻松的 对 所以在窗帘的地方 其实后来我们用格杂的方式 想去呈现出那个代替窗帘的一个部分 对 当两边格杂的交错的时候 是能够让太阳光的光线呢 去营造成了不同的一个视觉上 OK 所以两个格杂交错的时候 你的光会暗一些 对啊 我把它全部打开的时候 它的格杂又可以 每一个缝隙都有光洒进来 对 从旋关一进来的屏风 到这个电视主墙的刚刷五头木 然后一直延伸到窗面的木格杂 你这些设计都已经让我觉得 这个空间是非常疗愈的了 但是在转头一看沙发背墙 我觉得你真的有把大自然 整个拉到这个家的空间里面来 是 所以当时我们在选购这一块的食材的时候 它是有点泼墨的一个味道在 那我们品出了一个传统式的一个密切的一个方式 然后采用六片长形的一个分割法 然后想呈现一幅非常大幅的一个画作的一个意象 对 OK 所以转头一看真的是有那种大自然的感受 是 那我们也结合它旁边的这个植栽 那我相信这个植栽呢 是跟我的这个客厅的一个主语 它是有一个对话的关系 因为这个主语也是屋主非常喜欢的 那我希望让这个空间里面 能够让它营造出更加的一个 放松的一个氛围在 OK 而且红跟绿其实它的对比性也蛮强 对不对 其实依依家具来讲的话 依依旱的设计来讲 它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 对 在整个空间里面 其实我刚才有谈到 在我设计的手法里面 并没有用过于多的一个元素 跟一些复杂的一些设计的手法 总是希望能够呈现出 家具的一个美感跟质感出来 所以当初在跟屋主 在选购这个家具的话 也用了蛮多的一个时间 尤其是这张单椅 对 还有这个长行的这种沙发 还有这个茶几 都是想营造出整个空间的氛围 而且我觉得我喜欢你的餐桌 我觉得餐桌隐隐约约会跟你玄关 特别选的那个穿鞋椅 或者是端顶台面 是非常呼应的耶 是的 所以在这个餐桌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用 木头它是有温润的 它是有温度的 然后在餐厅的部分 其实是一个家的一个邻居店 对 所以在餐厅的这个餐桌的选购上 总是希望能够用木头自然的温力 结合了这样的一个餐椅的一个方式 去呈现出整个餐厅的味道 好 今天空间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色是 除了地平 你有把这种餐桌区的概念 给它界定出来之外 天花板也有帮助餐厨区的界定 对不对 是 其实当初设计这天花板来讲的话 因为有一些量处的问题 可是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层次在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深色与浅色的一个对比的关系 对 让我的餐桌区域能够跟客厅有一个界线分线出来 然后让整个空间感有一个层次 对 更加的结合一些灯光 更加的一些氛围出来 所以也许我不用选一个什么主要的灯具 你的天花板跟灯的结合本身就已经很有造型了 是 好 再来这个墙面 听说在还没有完工的时候 屋主其实有一些些问号 就是你是还没做完 还是要再贴烤器剥离的 就是餐厅的这个主墙面 对不对 对 其实当初这个餐厅它有一堵墙面 那当初我们是把这堵墙打掉的 对 我们希望那个餐厨区域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概念在 对 所以相对的原本的瓷砖厨房的地方是一个贴砖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剔除 对 那剔除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考虑很多 有些用烤锅 有些用木皮 那对我来讲的话 我是用一个水泥粉光 加一个手刮的一个概念在 我是想呈现出很自然的独一无二的文理出来 当然有一次屋主进来的时候 他觉得说 这个快要结束了 怎么这个地方还没做呢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是 这个就已经是完工的部分 当时的他或许无法去理解 为什么你是这样的做法 可是当我整个作品完成 灯光一打上去之后 他能够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了 对啊 因为这样子看得出来 那个手刮的纹路的那种手作之美了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了 对 其实当初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一样 我希望这个很自然的文理里面 有结合一些铁剑在 对 有一个简单俐落 然后有一些陈列的一个方式 然后也把这堵墙给丰富化了 OK 不过我当然要问一个问题 当初屋主如果问你说 为什么没有贴烤漆玻璃 我觉得他的想法应该是 如果他是个厨房区块的话 应该会有油盐 他觉得烤漆玻璃好清理 但是你这样子的手刮水泥粉光 如果卡油盐是不好清理的 对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当初已经考虑到了 所以在 其实在那个地方 现在是算侵蚀区的地方 OK 对 我们是把热草区呢 融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OK 是然后在热草区 因为其实是有一个空间的区隔 和它有一个互动的感觉 我了解了 所以这边我可以大胆的用这么好 自然手作的这个水泥粉光 手刮纹 是 因为它是青史区 是 那因为热草区油盐 你不用担心 因为设计师已经帮你规划 在另外一个空间了 来到主卧室的空间啊 其实我觉得林设计师 一样要打造一个 我的设计是舒服的 然后让你进到主卧空间 是可以很好入睡的一个宁静环境 对 其实当初我们在设计 主卧床头的地方 一样秉持的简单 俐落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用不对称的设计手法 用皮革的方式 然后结合了红布的一个效果 其实在主卧室的右偏的地方 其实在整个设计里面 它是一个隐藏门 它是通往浴室的隐藏门 主卧位于的空间 对 可是我们会希望 那主卧室的前面是干净的 所以把它做一个隐藏的效果在 OK 我们在一个浴室的部分 跟它主卧的地方 我们都很贴心的 帮它做一些 一些音响设备的一个规划 能够让它 不管在睡觉的时候 还在泡澡的时候 都能够完全的放松 OK 好 其实刚才私下聊天的时候 林设计师有说 他希望主人在睡觉的时候 是简单的这件事情 把它做好 单纯 然后这个空间不要太复杂 也因此你希望 女主人的舒华妆台的凌乱 是不要被看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整个主卧的空间来讲的话 在电视墙面这个地方 在窗尾的地方 其实我们做一个灰波拉门 所以我们是把 舒华妆台内藏内凹 在整个墙面内 然后让整个画面是一个完整 干净的一个方式 OK 那另外一个 这个灰波的门片进去 我刚看了一下更衣室 女主人的衣服真的很多耶 真的很多 对 所以我们其实进去这个更衣室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它枕落的衣服以外 我们另外也帮女主人设计了一个精品柜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 女主卧的一个更衣室的一个部分 的一个背墙里面 有点透光的感觉对不对 对 它是从这个外面的自然光 透过舒卧妆台 然后寸透到这个更衣室里面来的 对 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 雾波的一个概念 能够有一个穿透感 那女主人一进来这个更衣室的时候 并不会当一时间 不会觉得是一个暗的一个空间 OK 好 这是主卧室的部分 另外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两个次卧室 有一个设计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就是这两间次卧室没有床 没有特别有摆一个买的那个家具的床 对 床垫 对不对 可是你有另外一个方法来替代它 其实这两间的一个共通点呢 就是我们把整个地盘是架高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可以发现得到 它两边都有一个卧室的一个方式 而且都是靠窗的部分 是 因为这个房子 它本身只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其实它的景色是非常棒的 对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蛮棒的 当然有一间次卧的床头 这个设计是为这个房间量身打造的 这个也不是一般你买床头板就买得到的 对 这床头的地方 因为小朋友他有想法 他希望说这个床头的地方 想用一些也要用木皮的方式 可是在那个地方放了床头灯的话 就觉得太过于自私 所以我们在帮他做设计来讲的话 是用那裸空那种台灯的概念 呈现出整个床头的一个味道出来 那速度的设计来讲的话 在外角的地方 我们做一个鞋面的一个设计 这是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 我觉得蛮安全的 是 OK 所以在这样子一般来讲 两到三屏的空间里面 零设计师是把所有的机能都放进去 也让睡眠区的区块 或是卧榻区的区块 发挥到最大的评效 是 透过自然手感的材质 林峰安设计师成功地表达出 休闲舒压的氛围 比利拿捏得当的线条感 丰富了视觉的层次感 同时就用格栅和光影的变化 让这个家每个时间都有不同的表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